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做也可以这么说 不朽凡人爵本来就是炼气基础 之所以叫做不朽凡人爵 那是为了更好的出售 所以才拿这个功法在上古时代的教法来教 此刻他更是确定了 墨无忌只有脱脉境界 因为不朽凡人爵本来就是炼气基础 没有够住灵气墙的办法的 墨无忌自然不知道陈书因的想法 他根本就没有师父 对于助灵他只知道一点 那就是等他开辟一百条脉络之后 自然冲破了拓脉十二层 然后助灵成功 他助灵也没有去追求什么灵气墙 他形成的是灵气波涛 一波跟着一波 助灵之后 他继续按照不朽凡人爵的行功路线 进行周天修炼 一路进阶到了助灵九层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遇见过修炼中的瓶颈 或者说在冲破拓脉境之后 他就一直没有遇到过瓶颈 墨师弟应该不缺少那几个购买功法的零食吧 为何要修炼人籍普通功法练习基础呢 曾书因略微有些疑惑 按照墨无忌在雷炼式修炼的时间来计算 墨无忌还不至于贫困到购买不起一个修炼功法 再说了 就算是购买不起 问天学宫用贡献分购买功法也非常的便宜 可以这么说 只要是问天学宫的弟子 都能买得起问天学宫的修炼功法 墨无忌是实话实说 曾师姐 当初我购买功法的时候 还真缺少那些零食 换句话说 我就是买不起 后来我有零食了 我觉得不小凡人决意不错 索性就懒得去换了 曾书因文言正则说 我建议墨师弟有机会的话 还是更换一个修炼功法 他本来想要劝说墨无忌以后 不要再把普通练技基础说成是不小凡人决 不过想到自己和墨无忌也不是非常熟 硬生生把这话给咽了回去 至于另外一个念头 希望墨无忌创造出天雷七世第二世 也能和他交换一下的想法 那是早就消失无踪了 墨无忌修炼不朽凡人决 误打误撞 在天雷七世残本上 鼓道出了凭空惊雷 亦算是摇天之性了 至于后面的六世嘛 那还是算了吧 岑淑英不再说话 墨无忌自然更是没话说 从问天学功到域外战场 那可不是一点路 两人这样干坐着也不是个事情 墨无忌主动说 岑师姐 这个飞车法宝可以隔开吗 要不我闭关修炼一段时间 当然可以 墨师弟尽管闭关 到了我会叫你 岑淑英立即说道 他也很是钦佩墨无忌的勤勉 墨无忌虽然资质一般 但在修炼上的勤勉 那可真是没话说的 说完之后 岑淑英已拍飞车上的一个按钮 这飞车的空间 立刻就被隔成了两半 岑淑英指着另外一半的入口说 墨师弟 你进去闭关修炼吧 到域外战场 至少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哦 那就多谢了 墨无忌感谢了一句 他现在极其渴望实力 一个多月的时间 干坐着 那可不是个事情 单独在一间小房间 墨无忌取出了一堆的零食 然后直接坐在了灵石堆上 墨无忌很清楚自己修炼的状况是怎样的 一般的灵气根本不足帮他修炼 仅仅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墨无忌周身的灵气已经形成了灵气漩涡 席卷向了墨无忌各个脉络所在 陈书因精益地看着墨无忌修炼的房间 他明显感受到了强烈的灵气波动 这墨无忌不是资质很差吗 怎么能造成这样的灵气波动呢 事实上 这种灵气波动 对墨无忌来说 当真算是小规模了 可就算如此 仅仅数天的时间 墨无忌拿出来的一堆灵石已经化作了坟墨 这可见墨无忌吸收灵气之疯狂 可惜的是 墨无忌的修为仍旧是助灵境九层 甚至连九层中气都没有达到 墨无忌很无奈 他猜到了通过灵气浓郁的灵炼式和天品灵石修炼之后 他以后想要晋级 估计比较艰难 现在看来嘛 还真是和他想的一样呢 他有些不太甘心 再次取出了一堆灵石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堆灵石又化成了粉末 墨无忌距离助灵九层的中气 还是有一段距离 有些失落的墨无忌没有继续修炼 在这样的情况下修炼 的确可以提升实力 不过对墨无忌来说 那不但太慢 也没有畅快的感觉 哪怕没有灵炼式的天品灵石 有灵石矿修炼也好啊 很快墨无忌就摇了摇头 他想的太多了 每一个灵石矿 那都是宗门争夺的所在 他能在失落天须 遇见灵石矿已经算是运气中的运气 将灵石粉末全部收起来 墨无忌索性拿出了除星子的震道解说 这东西他抄下来之后 一直还没时间研究呢 比起修炼了 墨无忌更快的沉浸到了震道之中 又是二十多天过去 墨无忌丝毫没有觉得时间在流逝 他只是在饿的时候 下意识吃下一枚壁骨丹罢了 这天墨无忌正在推演楚星子的初级防御阵 然后就听到了岑淑音的桥门声 这就到域外战场了吗 墨无忌赶紧收拾东西 打开门走了出来 孙师姐 我们已经到了吗 墨无忌看着站在门外的岑淑音 岑淑音点了点头 虽然还没有到域外战场 却到了问天学宫的一个柱地 这里是星河帝国的地盘 也靠近雷雾森林 这一片的域外战场 是问天学宫和星河帝国的几个大宗门负责 他们要挣联盟贡献分 就得去百宗联盟驻地办理联盟贡献积分牌 是长洛城吗 墨无忌连忙问道 存书阴摇撩头 长洛被毁掉了 那里现在是一片废墟 我去的地方是安阳 听说这个城市在星河帝国 仅次于长洛城 你闭关一个月 修为应该进步不少吧 墨无忌尴尬地回答说 惭愧 我的修为还是原来的 没有半点动静 存书阴在心底 为墨无忌叹了一口气 资质太差 就算是再努力 成就也是有限 墨无忌肯定是拿出了一堆灵石 结果又不得不把这一堆灵石收回去 真是可惜了 以墨无忌这种修炼的勤勉 若是有个上品灵根 那成就都估计会超过 绝大多数的问天学宫内门弟子 孙世杰 那联盟积分牌是怎么一回事啊 墨无忌可不觉得自己可惜 华叔为了对抗与爱修士 包括问天学宫在内的五大帝国 所有宗门 全部联合起来 组建了百宗联盟 当然 百宗联盟参加的宗门 远远不止百宗 所有五大帝国的修士 都能够报名为百宗联盟杀敌 一旦报名 就会被发下一枚 百宗联盟的身份玉牌 杀掉任何一名域外修士 那都可以拿到贡献分 而这贡献分 就记录在身份玉牌之中 这贡献分 不但能够在百宗联盟 兑换各种宝贝 也可以去各大宗门 甚至是问天学宫 兑换各种宝物 听了陈书音的解释 莫无忌顿时动容 他来这儿 并不知道 还有贡献积分的事情 他来此行 完全是为了试炼 然后想办法 进击到地界 若是既能试炼 又能够有贡献分 这种东西 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可是曾师姐 百宗联盟 如何知道我杀了多少 域外修士呢 又如何积分呢 莫无忌再次问 曾书音耐心的解答 因为这些能记录贡献分的身份域牌 是真神静强者炼制的 听说是根据域外修士的散魂状态来记忆 一旦杀了域外修士 域外修士临死前 散魂的信息会被记录在身份域牌之中 然后身份域牌就会自动出现贡献分 杀的对手越强 散魂的信息就越强 身份域牌记录的分数也就会越高 莫无忌搓了搓手 好地方啊 他早就已经想好 要晋级只有去问天学宫最好的灵炼士 而要去问天学宫最好的灵炼士 没有灵石 有贡献分也一样 看见莫无忌一副跃跃跃跃跃的模样 岑淑英是勉强才能压制详效的冲动 杀域外修士正攻献分 有这么容易吗 如果这么容易 那五大帝国也不至于被逼成这副模样啊 飞车落在了安阳城之外 岑淑英刚刚收起飞车 就有两名修士过来询问 当这两名修士看见岑淑英的绝色容颜之时 差点都忘了他们来着的目的 岑淑英拿出雨牌说 问天学宫弟子前来报道 请问联盟驻帝在什么地方 两名修士这才猛然醒悟过来 这可是问天学宫的弟子啊 一旦要是发怒了 他们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两位前辈 联盟驻帝就在安阳宫 今天贡献榜第二十三名的殷苦前辈 路过安阳 星河帝君和李火宗的前镇眼宗主 都在作陪 其中一名修士 似乎是为了讨好岑淑英 说的是相当的详细 岑淑英跟着说 我问天学宫是哪位前辈在此负责 那修士赶紧答道 问天学宫在这里负责的 是正门的泥南前辈 他应该在驻地闭关 经年震荡 岑淑英点点头 这才正常嘛 那殷苦是谁 他不知道 但仅仅路过安阳 还不够格 让问天学宫的负责人 出来作陪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